嗨各位 我是錦川儀 至今為止我已經做了很多部介紹聲優的影片 他們每一個都是傑出的人才 至少在職業方面是這樣沒錯 不過這就讓我想了 聲優們至今演出過作品中又有哪一些是能震撼人心 真的屌到一個不行的靈魂演技呢 來 大家一起思考看看有哪一個角色的台詞是你特別印象深刻的 好 我想各位心裡應該都有冒出兩個答案 這種案例通常被稱作 Seyu no Honki 也就是他們展現真正實力的時刻 而今天這集節目我就要來分享10個僅穿以我私心認證的全力演出 基本上講到神演技 不會呼就是那種大哭大喊 總之就是很情緒化的片段啦 當然這種場景肯定要夠會演才能勝任 不過為了影片豐富度 我會盡可能平均分配介紹多一點不同類型的神演技啦 OK 那如果你喜歡之類帶給你各種有趣ACG文化節目 坑勤使用超級感謝 這次我闡出更多相關的內容 如果你想找討論聲優的同好 DG群僅穿以的大腦也在那裡喔 好 321我們開始 首先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欄位是 奇聲 嘿 是的 顧名思義就是指那些人會懷疑說 你到底是從哪裡發出這個聲音的的案例 舉例像三四紅衣可以發出手機震動的聲音 或者夢幻也是他配的嘛 這我上一集有介紹沒看的可以去看 但是今天這一位更是超出所有人的想像 也就是 Netflix系列 愚蕩 母親訪問到多少位 是 媽 見了 五內俊甫是一位非常年輕的欣銳聲優 很多人我想都是從偶像大師 灰姑娘女孩的五內P 也太接眼同性的人開始注意到她的 當時五內才高中二年級 到現在25歲越來越活躍 可是你絕對絕對無法想像 她竟然也是那個蛋黃哥的配音人吧 就就就人家平時的聲音是這麼的低沉厚實 我說你們能把這一個 跟這一個 連在一起嘛 順帶一提吼 五內俊甫不只蛋黃哥本身在影集裡面 所有的蛋角色 鮭魚卵 鮭魚卵 水煮蛋 鮭魚卵 布丁 鮭魚卵 全部都是她配的 但其實啦 五內俊甫曾表示 自己從小的時候 就很喜歡用聲帶來玩 模仿各種千奇百怪的東西 嗯 所以是一位與生俱來的配音奇才有沒有 OK 那既然講到Range很廣的五內P 我就必須跟各位介紹 子武計畫的最新VTuber 想Hibiki 想呢 他是戲的青梅竹馬 種族為懸鳳鸚鵡 也對既然是懸鳳鸚鵡 那代表她的唱歌實力 絕對是不容小覷的 人家會彈鋼琴 目前是家庭教師 可以溫柔 可以很帥 也可以很可愛 沒錯Range一個超級無敵廣 我現在就來播一首有想演唱的 I de 你聽了之後 如果你也被響的聲音吸引了 我連接就放下面啦 頻道除了好聽的歌以外 也有很多有趣的小短片 在食物跟溫暖範圍下 呃 等一下小姐 你手上那個雞排吃 真的沒有問題嗎 總之可以看到 自我大家各種可愛的互動哦 想究竟能不能破除 青梅必敗的詛咒 成功做上戲正功的王座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二個欄位 癲狂一案 顧名思義是指神遊在飾演那些 失去理智陷入瘋狂的人物時 會展現出的非常可怕 或者可笑的演技啊 舉一個例子 未來日記飾演 我稀有奶的春田之沙 亦或是進階巨人 朴露美寒疾 這些都算是 癲狂的代表吧 而我認為 最能夠代表這個欄位的作品就是 死亡筆記本 工業真首飾演夜神月 工業真首就 工業真首吧 石頭門 熊貞 新版福星小子的 麵糖 左賀偶像的譚圖魚 不過人家最經典的角色 永遠都會是夜神月 動畫最後一畫月 終於被揭發是奇得 於是我們就有了 我是新世界的神 這一段 比麥當勞薯條還要經典的演說橋段 要說媽某這段演繹 為什麼可以封神啊 首先是他這一個 一開始有點想憋 可到後面整個放開來 仰天狂笑笑聲 沒錯 明場面倒被拿去做二十國配音的比較好 笑完之後他承認自己就是奇得 那要怎麼做 在這裡殺死嗎 到這邊為止 語氣都算是很一致的 就是一個很強烈的挑釁意味 但重點來了 下一句 月卻馬上切換成理智模式 以完全冷靜的狀態說出 從這邊開始 月就會解釋為什麼他才是正義嘛 語氣中不帶任何懷疑 顯示他對自己的使命深信不疑 然而講到這一段 呃就是 這一邊 我們又迎來 第二個語氣轉換 越他越講就變得越激動 語氣感覺就像是拼命為自己辯解一樣 從自暴自泄的嘲笑 到完全冷靜的宣誓 最後終於展現出越的殺人魔本色 能在這麼短的篇幅內 做出如此精彩的情緒轉換 只能用最簡單的兩個字來形容 就是震撼 好的 在下一個癲狂 跟上面那位差不多概念 但風格很不一樣的 Betelgeus Romane Conti DES 李林松剛飾演的 戴舵 今天我要講的是很有名的《洞窟》那一段 好 那松剛如各位所知嘛 人家在這之前 絕大多數的角色都是同質性很高的後宮男主 雖然演技沒話說 卻沒有多少發揮空間 可是 戴舵就真的讓他可以大載拳腳啊 戴舵說話情緒非常不安定 會突然變得正常冷靜 就這個狀態下他聲音其實還蠻俗的吼 但是 一啼笑起來就會扯開嗓子飆高音 那個情緒的暴衝跟擊殺根本無法預測 但這也是讓這個角色這麼有樂趣的一大關鍵 好的 第三大欄位是 哭喊 這就不用解釋了 最常出現神演技的一個門類 沒有什麼比打沖心底的吶喊 還要能震撼人心嘛 嗯 好啦 我選的就是這個片段 教了的話 ちゃんと教了よ 新聞に出てくる武器の説明されても楽しくないよ グングニルもロンギルスも エクスカリバーもディランダルも 雨のブラックモの剣も意味不明だよ 何がかっこいいのか 絶対わかんない 他の用語も謎なんだよ 現在とか10階とか創生器とか目次のこと 太陽上げの音とか 名前がいいだろってどういうこと 雰囲気で感じろとか言われても悪いのよ 相対税理論とかシュレディンガーの名語とか バイオ引力とか ちょっとネットで調べただけで知ってかぶらないでよ 中途半端に説明されてもちっとも分からないでよ ニーチェとかゲイトの言葉を引用したいでよ 知らない人の言葉を使われても 誰が言いたいのか全然わかんないでよ 自分の言葉で語ってよ お願いだから私がわかることはないでよ 中途ってなんだろう 中途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だろう わかん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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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かんない ジュー君の言うことは 昔から何一つこれ不知も わかんないでよ 是的 各位 至今為止我發自內心不承認 有比早見沙滋演技還要好的現役女神有 而日常系的藝能戰鬥裡面 這一段長達2分半的靈魂吶喊 因為實在是太太太強了 強到可能比動畫本身都還要有名 來 各位有看過這一段 但沒有看過全編的朋友 可以留言說一個早見是神好不好 如果各位所知 以上這一段早見沙滋是一口氣 一麥到底完全沒有NG就演完的 大聲的喊出了角色的心聲 台詞一針見血句句紮心 當你以為這一句就已經是MAX的力道的時候 沒想到下一句又會又會繼續往上提升 光是這一段我相信就能讓所有 有聽過中二病原地畢業重新做人啊 厲害到配完之後 錄音室全員 包含原作者通通站起來給早見線上大大掌聲 如果你真的是今天第一次聽這一段 那歡迎你去看神優潭第一集 早見沙滋了解更多有關他的故事 進階巨人飾演艾倫的尾玉貴 尾玉貴我在之前的神優潭也講過 他最大的武器是他非常洪亮的嗓音 然後艾倫呢 又是一個一天到晚在大吼大叫 橫衝直撞的主角嘛 只有尾玉貴能夠MASH上飾演艾倫所需要的卡路里 這在第二季最終話 艾倫飽含無奈的哭喊這一段可以最清楚的感受到哦 一開始那個充滿痛苦的笑聲 很有feel啊 後來上節目投票出來請他重現的也是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即便是現場 我覺得現場配得比動畫還要用力 你們知道 他整張臉到脖子的肌肉都在抽動 有沒有看到 好吧好吧 那哭喊這個欄尾已經很多了 這邊只在加碼兩個 一個是鬼滅之刃 無限列車 炭治郎 花江下訴 最後吶喊嘛 大哥沒有輸 就以我這個從花江的仙系小生時期 開始認識他的粉絲來說 能從炭治郎的聲音中感受到這麼多的正氣 是很令人驚艷的 還有反映的盧露修最終話 靈芝陣魂曲 飾演娜娜莉的名種加之 最近大家一定都是從海賈王的烏塔認識他的嘛 他最後的哭號喔 我承認不到那裡我都是沒有很想哭的 可是娜娜莉 可惡還有破防 第四大欄位 喜劇要求的就不太算那種很深入人心的演技了 比較偏向你能多放飛自我 比方說 Kono Siba 怎麼聽怎麼好笑嘛 又或者像 山田 紅糖 心井 梨美這種本身聲音就自帶喜感的 而我今天選上的是 慎重勇者飾演變態女生的 風奇愛生 場景是他跟主角第一次見面那邊 為什麼會挑這一部而不是Kono Siba 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因為Kono Siba的四位主角群呢 他們是平均的很有趣 可是慎勇他是反過來 是由女神一個人就撐起了整部動畫幽默 一樣你們可以聽到 風奇愛生的聲音在各種不一樣的情況順時切換 聲音有一個天然的 骰乃感本來就是風奇愛生的特色嘛 不過綜合了麗絲帶獨有的三八位 再加上拋棄形象的粗吼 就就就變得有夠好笑 下流梗不存在無聊世界 松來未又飾演的錦之公安娜也很優秀 用一個很秀氣的嗓音 表現出那種癡女感 就只有他跟其他人是在不同頻道上的很好笑 最後八九十的欄位我是分給專業技術 只那些聲優是真的有練過才配得出來的戲碼 首先要介紹的是出演昭和原路落於心中的石田璋 這部動畫被眾多網友稱為 最能夠了解石田璋演技的作品啊 因為人家在裡面需要完整的演出好幾段落語 而如果你不知道落語是什麼 那最最最簡略形容就是日本傳統那種單口相聲就對了 動畫刻意不放任何的BGM就跟真實的落語一樣 代表全程百分之一百就是靠石田璋自己去主導觀眾的情緒 而他真的有表現出那種落語名家的風範有沒有 那個語氣轉換 節奏掌握全部都充滿了語譽及自信 YouTube上官方有釋出完整的片段各位可以去體驗看看啊 更厲害的四吼人家還不只可以講厲害的落語 也可以刻意演出一個很乾很心虛的感覺 明明同樣都是一個人一直念念念而已哦 你光聽聲音就能直覺感受到前後兩者的不同強到一個不行 我不講太深入啦有興趣的可以去動畫風找一二季來看 PTT上也有一篇文章專門分析 這部石田璋的演技分析也很好都推薦去秒一下 好的需要專業訓練才配得出來的場景 其之二是 沒錯99最招牌的歐拉姆達Combo 基本上這個你配不出來裡面是絕對百分之一千都會被刷掉的 順帶一提個人私心認為第七部主角喬妮聲優 最適合的是內山安徽 所以那個拜託內山哥哥先確定一下 而第五部《黃金之風》就有這系列最狂的七葉姆達 嘿對你要是沒看99那這個七葉姆達原作是真的畫了七葉全部都是在揍人 由於實在過於傳奇動畫不可能不還原 於是小野仙章就真的連續 好啦其實沒有連續 姆達了四十多秒 你們知道一開始我原本以為這些段落可能都會是特別分開路的喔 但看了99現場配音的節目之後我發現 哇哇哇靠原來都是一發直接完成的嗎 所以我這邊願意相信小野仙章是真的一麥到底完成了這個場景 OK最後這一個是我認為近代我看過最獨一無二 真的你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惹的演技啊 生之行 欸怎麼可以連續兩個早劍殺之太太太不公平了吧 但相信我你一聽就知道為什麼了 是的 生之行的女主西宮小子她患有先天性的聽覺障礙 我覺得各位現在都是很理所當然的講話 應該沒什麽感覺 可是你想想要是你從小就聽不到別人說話喔 那你能夠學到的所謂發聲的雞盤是認真很少的 因此早見全片發出的也不是我們理解範圍內的嗯嗯啊啊一一呀呀那種啞啞耳語 而完全就是不像人話的那種聲響 然後又在這樣的前提下去表達出情緒那個難度可講而知嘛 早見殺之親身去跟失聪人士交流 做了很多研究還學了手語才有了驚天成品中我們看到的成果 所以啊不只感動人心最後這個神演技更是具有扎扎實實的教育意義的啊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私心選出了十個身後的權力演出 我是錦川一 先說我很清楚 我不可能疑似網羅到所有你們想看的案例喔 跟你們講很多很多很多人 我都是咬牙忍痛給他拿掉的 所以你要是真的有哪一個場面很想要看到我講的 拜託你們要把影片按讚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看 只要流量夠好我就一定會講下一集 我很喜歡講神優各位都有感覺吧 要是你有很喜歡無論如何就是希望更多人知道 演出你可以透過留言區跟所有觀眾分享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錦川一 我們下部影片見